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万法空 作用不空 作用空怎么可以变出万法来呢 做是造作的意思 用是启用 造作启用然后就变现万法来 同时变现出来的东西它又没有自信的 这是幻象 它本身没有创造力 因为万法产生的当下就灭了 它哪有创造力啊 是吧 万法生起来的当下就灭掉了 既生既灭的东西 它不可能有创造力 它是被生出来的东西 被幻现出来的东西 所以它本身没有创造力的 但是我们的这个心有作用 这个作用 总的来说就是我们的这个本觉 这个觉性有作用 那才能起作用 一切都来源于我们的本性 因为无明的一个物呢 它妄动 乱造 无明嘛 就是像瞎子一样的乱打乱来 是吧 就造出这个颠倒的世界来了 就像一个人是瞎子一样 不认识自己 看不到自己 瞎子是不是看不到自己 啊 决性也是这样 因为无明呢 就不认识自己 就像瞎子看不到自己一样 不知道自己是长什么样 啊 那个觉性因为无明呢 也是不知道自己本来面目是什么 所以祖师说本来面目 是吧 开了慧眼就能看到本来面目了 我们的瞎子就看不到自己的本来面目了 只能想象自己的本来面目 想象的都是错的 摸的都是不对啊 是吧 你的本来面目你摸的只是一个触觉 你看不到本来面目了 嗯 开了慧眼以后能看到本来面目了 这是个比喻 还不是真实的 我们那个 就是说破无明就是这个意思 明嘛 明是日月嘛 代表智慧啊 啊 看到自己的真实面目啊 最真实的那个面目 但最真实的面目有没有面目啊 你不是想看就看 他不是有个像的 无像啊 不是有像可见的 有像可见的都不是真面目了 你看看 这个真是麻烦了 不好懂啊 所以说外道真的是没办法 除了佛陀以外 没有任何一个啊 知世间的智者外道能够搞通这个事情呢 搞不懂了 永远都搞不懂 那无像可见啊 这就没办法了 没有像怎么见 谁说有对立有不对啊 像我们平常说的 谁说是比喻呢 我们也说瞎子看自己 还是有个对劲了 是吧 就是眼睛好了 你就看到自己的真面目 这个还是有像的 但是我们的这个本来面目呢 是无像的 嗯 其实这个解释呢 本来生意不理性是没办法解释的 无法解释 都是西论的 但是呢 为什么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 为什么又解释的这么好像多一些呢 就是解释的多一点 也许呢 可能认识的时候呢 就更深刻一点 就是证悟的时候就更容易 角度多一点吧 或者是说体振容易一点 这就像白纸上画月亮一样 在这个白纸上画月亮啊 你可以画的淡一点 也可以画的浓一点 是吧 你可以把边上画的漆黑一团 然后的月亮显现的很清楚 你也可以画的淡一点 淡淡的云就可以画 但是这个怎么画 反正这个月亮是画不着 你画上去就不是月亮了 你只能画边上 是不是 白纸上画月亮是不是 你不能往上涂东西 一涂就不是月亮了 白纸上你画个圆月 你怎么画呢 是不是在边上画呀 只能画边 你圆圈以外画东西就可以 圆圈内面你画就画不着了 所以说都是西论 我们讲了这么多的言论 其实都是在画外面 这个本体画不着 讲不着 你看这些言论啊 就相当于画月亮一样 都是在画这个云彩啊 画这个星星啊 画这个边上 都在边上画 这月亮本身你画不着 他只能通过这个画的时候 再烘托出这个石像来 那这个石像就靠你自己去悟了 你悟的到悟不到 你悟的那个是不是 那就靠师傅去印证 对吧 你自己要说你悟到了 你可能悟到了是那个 旁边的云彩的 淡淡的还是有一层霧的 可能你霧的不够透 据说那个月亮是蒙了一层灰的 月亮上也可以画一点点淡淡的云 哎 盖着熬 好像是月亮 但是被遮盖了 蒙蒙隆隆的 还不够真切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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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看来 对吧 Marty 11 Wellness